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快报》 今天六节目的日子是2020年3月11日 这条《养岸新西兰》的《易得台样》 还有社长Raymond Wall 大家好 在节目之前,刚听就给个like 可以分享给朋友,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除了订阅,现在在听这个网上影片之外 最好订阅《正向报》和《沙拉冷气》 订阅了《三宝》,做人不老土,人生正向更美好 好,今节我们又讲一些 其实就不是很正向的事情 一些不是很正向的事情 我们希望探讨一下 当中有些什么教训 有些什么可以给大家学到,好吗? 因为有网友就经常跟我们讲 一定要叫我们撑宣扬 但是其实我们从来都不会 无端端就撑一个人 或者无端端就撑一件事 我们从来都是讲道理的 譬如好像有些人说 我们不撑23条 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说 我们不撑23条 我们是撑的 但是实际的内容 我们要知道清清楚楚 才可以支持 是不是? 如果你内容不清楚 你只是讲一个题目出来 里面实际的条文 完全没有精稿 什么都没有 没有一个稿件可以给大家看到 那怎么支持呢? 我们的基础就是 我们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现在申请的23条 是和叶楼版的23条是一样的 就算你做了23条 也是没有效的 首先我们先讲这个事情 那孙阳事件 其实有很多网友 就叫我们撑 其实就传了一些短信 就叫台阳或者叫我去撑孙阳 因为他说 升岛梁总都说了 都撑了他 那为什么你们不撑呢? 不是啊 觉得是 为什么要判他八年 这么重啊 八年不可以参加国际赛 根本就是 其实就封杀他 就是很多人都义分填英 是不是又害中国 是不是又我们害中国的运动员 这一样东西 其实大家要很清楚 他们那些游泳那些 不是完全全是代表国家去参赛 他有一部分是代表他自己的 就是有些人 就是硬要把孙阳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对国家是不公道的 嗯 整件事情 就是 就是当然了 他自己是 他是中国游泳运动员 嗯 没错啊 他也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 而且因为都是 曾经打破了世界纪录 是不是? 是 但是呢 就是要说一件事 就是 如果大家还没看呢 其实可以看一看 2020年3月4日的 检查日报 那这个报纸呢 这个报纸呢 其实我是7号才知道 他有报道这件事的 就是7号说的是 4日之前 那天呢 我们就做了一节 讲一下 讲一下余文乐 以及讲了一些宣扬的 就是在沙冷气那里 那其实呢 那其实呢 沙冷气记住 是有海鲜的 有炒虾拆蟹的 就是如果各位网友海鲜敏感 千万不要听 但是如果海鲜没问题的 喜欢吃海鲜的 可以去听 那其实 检查日报呢 是出了 四篇文章 就讲这件事 第一篇 就是禁赛百年 宣扬冤不冤 那第二篇 就是无视规则 将会承担相应后果 第三篇 商业比赛 不能与国家荣耀捆绑 这件事很重要 其实是写到明日 这个检查日报是什么报纸呢 那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查机关 会看的报纸 那他们其实呢 那两篇 如果你看那份报纸 它是有 它是第五版 这个是2020年3月4日的第五版 法治评论 还有 第六版 那两版就有四篇文章 第四篇文章就是 《观察宣扬事件的三相为眼》 是很详细的 是当日里面 写四篇文章 基本上是 由头到尾重新审视过这个人 在这份报纸上 是啊 是啊 那那篇报章 就是那个报章 它那个标 就是当然这个标题就叫做 發辩 就是其实它都是讲法律的 就是有些人说 内地是不讲法治 对不起 这个绝对是错的 内地的法治 和香港的不一样 这个是事实 但是你说内地没有法治 你是乱说 有一部分的人 就是 就是 无视 内地的规则 是完全不理 完全不想知道 什么都不说 那 那 他们那些事情 就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那 那 那孙洋呢 他自己 去参加这个 国际游联 的比赛 那他就要跟回别人的规矩做事 那 他又不是 那 就是他家里取血尿样本 是有瑕疵的 就是孙洋认为 药检人员的资格有瑕疵 那 但是呢 就是 有没有暴力抗检 我觉得就是 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再看一看事实 其实孙洋不配合呢 其实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不配合呢 其实就是 有时候呢 那些规矩就写到是这样的 你不配合呢 你就会接触 就是你舍底 是啊 就是你舍底 就是 有很多人 现在我觉得头脑发烈 就是 其实呢 就不是很了解 国际的规则 是啊 有些人是很不了解国际的规则 因为 其实国际的规则呢 就是 你不喜欢也好 如果你是要玩它那个游戏 你一定要跟 就是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 它那个是国际的泳赛嘛 那 你当然要跟回国际的规矩 就是他们这个泳联的规矩 意思就是 嗯 嗯 可能就 哇 就是我看回报导 它是 有 打碎的血 样本 哦 它跟拒绝尿检 哦 那 当中有些什么 有些实际上 有些什么冲突 就是 字面上看来 好像有 有少少的暴力 就是可能推撞 是吧 它打烂了那个容器 好像是 其实中间还有一些 就是那个样本採集的容器 它是打烂了的 那 有些人就说对中国人有偏见 那 其实呢 是有的 就是我们很公正地说 西方媒体对中国人说有偏见 这个绝对有 我不会否认 但是呢 在这次这个案件来说呢 他们的裁判呢 都是很重视那个规则 而且很强调那个程序正义 我们经常都说的 如果你是要玩一个游戏 你就要遵守那个游戏的规则 是吧 就是你还要跟随 跟随那个程序公正 程序正义 是啊 就是 在感情上 我们都不愿意接受 这个国际体育仲裁庭 给这个宣扬的裁决 我也希望它可以翻案 但是 就是我们 必须对这个裁决作出理智的判断 嗯 因为这些东西是涉及了体育运动的基本原则 还有法治精神 都要跟回法治 就是大家都要有一个法治精神 不要因为自己或者觉得它是中国的运动员 你就要 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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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不理这个国际赛例 我们经常要说 要推行法治 把法治做得更好 最简单就是 就是大家守规矩 在这件事上 宣扬 是可能 是有 是可能 有犯规的情况 就是 例如它是 拒绝 檢察人员 要它提供的资料 以及 打烂这个药检 就是这个血样本 又拒绝尿检 喂 这个 这个是事实 真是很难跟它拒绝 要帮它拒绝 这个大劑 你可以用感情 你可以完全 很感情的用事 就说一定要支持它 支持到行 但是 你的感情用事 对整件事是没有帮助的 其实我们之前 在那一节讲 《愚文乐》那一节都讲过 现在有些人是 要大节奏 其实就是要 国家不好看 其实我跟大家讲 其实我觉得 国际泳联都想 就是 留这个宣扬在国际赛场 我认为 这个也是 监察日报的 那个评论文章 那个看法 但是呢 你一定 首先一开始就要 你一定要 先守他们的规矩 我觉得 因为 为什么我们经常都说 那些黑暴 他们做事很不对 应该要用法律制裁它 就是因为他们不守规矩 就是他们完全破坏了香港的规矩 是不是 那你如果没有严格遵守规矩的行为习惯 那整个社会就会乱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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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看回一些资料 一定要讲 那么当然我们不是要 骂她老母 那但是呢 我认为 大家都要 認清楚一个事实 就是 当你是去 教育一个小朋友的时候 你是有责任 将他的思维道征 而不是将自己偏激的思维教了给下一代 有一部分香港人现在很麻烦 就是将自己很偏激的那一套教给下一代 而他们自己是没有下一代的 他们就在教育界那里做 这一件事在那里荼毒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做事是很荒谬 我给了一个例子 就是孙杨的例子 孙杨他妈妈其实就叫杨明 孙杨那个杨字就是跟他妈妈的 他就是极度溺爱孙杨的 孙杨有个例子就是说 孙杨到六年班的时候 小学六年班的时候 鞋带都是他妈妈帮他绑的 就是很疼他仔 就是当他掌上明珠一样这样看 平时有专车接送 送汤送水的 冷了一点就会倒 是啊 那时候就买了一辆车 特意送汤给孙杨喝的 那些人就笑那辆车就是送汤车 全方位呵护的 其他的体育明星都会有专门的 经济团队经理人那些 但是孙杨没有的 搞所有东西都是他妈妈帮他搞的 哦这个就是二十四校老母 哎呀真是哦这样 那很麻烦了 到了二十多岁三十岁的时候 那你日常的训练采访代言 都是给他老母一手包办的 那很麻烦了 你一个成年人 你是不是应该自己去接触这个社会呢 而不是有个妈妈在前面挡住呢 是吗 是啊 这个就是我想 这个就是他妈妈的对他对孙杨 这位仁兄的成长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也导致他可能因为这样 也导致他目凶一切很高傲 那个性格 其实我看回以前他的资料 就是之前好像参与奥运的时候 他都很暴躁的哦 是啊 他的心理状态是不健康的 其实就是你看得到 还有他的那种态度是很容易令到西方媒体有位进入他 就说他没有体育精神什么什么的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行为和命运呢 其实就是被他妈妈操纵了 整件事 我认为 就是他妈妈其实就是帮倒网 我认为 因为之前有一个例子的 就是在国外比赛 孙杨就对着一个外国女孙兽 活泳富 那那个女选手的教练 就找到他当时的教练叫朱志根 提醒孙杨 叫他不要到处换名副 那孙杨就说大话 就说自己坚称自己没有这样做 那朱志根就觉得他是说大话 那你这样就一巴掌过去 其实朱志根就教了孙杨十年 根本就是好像父子情那样 那其实这样去刮他一巴掌 其实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一般正常人有理智的老母 都会觉得自己的儿子被人打一巴掌都是正常的 在这些情况之下 因为那个儿子做错了事情 就应该被教育嘛 要受很少懲罚 但是他的教练教训他其实都是为他好 没错 他妈妈是这么想的 他妈妈的坚持之下,朱志斌就被撤换了 就被这个老母亲的伙伴拆了 一个这么好的教练就因为一巴掌 因为孙羊一些不恰当的行为 盖了他一巴掌 而导致炒了他 我想他妈妈可能不太懂教育 真的太疼他了 所以这样种法真的不行 平时看回他第一次的庭审的时候 原来他妈妈也是挺大劲的 那做什么呢? 他在开庭前就跟那个证人 不知道有什么对话 那位证人反而来就觉得感到十分恐惧 这样说 哇,那已经踩了戒 恐吓证人 他妈妈可以这么恶 他跟他的儿子是一样的性格 两个都这么恶的 我大了 唉,那很容易撞板的 那这次撞一个大板 搞到八年我也参赛 看来都... 真的很难... 你说想支持他 你支持不下去 看回整件事 原来是这样的 有些网友找我 叫我帮孙杨说两句 我真的不懂得拼 其实有个问题的 他妈妈这样教儿子 就会弄到儿子 整天自我忠心 很容易老莽行事 那个性格 比如你... 其实孙杨都差不多四十岁 如果... 我被人验的话 我就会跟规矩做 我就不会... 拍台拍灯 又是这样不行 那样不让你验的 其实最主要就是... 孙杨28岁而已 未40岁 不好意思 近30岁 不是近40岁 说错了 近30岁 记错了 那其实... 我觉得是很得人害怕的 为什么呢 就是... 你30岁是成年人 你... 就算... 别人多不着 要来查你都好 喂... 你... 别人是那个... 团体有权力的 你一定要跟着团队来做的 是不是 其实... 好像现在香港的黑暴是一样的 其实没什么分别的 他们那些人... 其实很多黑暴的那些人就是... 父母不教 跟着教师就... 就是... 教歪他们 那就搞到现在香港这么大事了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很多黑暴的那些... 很多那些... 捉了... 看见都是... 那个样子都非常年轻 根本都没成年 都没出齐的 那... 但是可能... 就很多父母啊 都是可能好像...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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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都是很厉害自己的小朋友 所以搞到... 但是... 其实... 有人说... 哎呀... 他说... 国家一定撑到底... 不是啊... 对不起啊... 其实... 3月8... 3月7日... 有篇文... 是检查日报... 不是... 3月7日... 是3月4日... 我们在讲的了... 哦... 这件事就是... 呃... 大家知道的一件事呢... 就是希望... 我觉得啦... 大家看一下... 就是... 有机会就看一看那几篇文章 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但是... 作为一个父母呢... 其实就... 不要... 呃... 就是我... 不要过分历外... 是啊... 还有不要那么强势... 就是... 整天都是... 老母说了就算了... 啊... 就是... 就是很惨的... 孙杨... 孙杨是被他老母害死的... 我只可以这么说... 哎呀... 真的... 喂... 刚才我... 我有穿衣服啊... 不用担心啊... 大家... 可以的... 哈哈哈... 那好吧... 我们... 哎... 现在真B师回来了... 不如... 总结到这里啦... 好... 谢谢... 是啊... 大家都是... 保持对那个... 小朋友呢... 都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 是啊... 是啊... 不要... 不要... 多点关心啦... 多点关爱... 我们都经常说的... 但是不要... 什么都要... 全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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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时候呢... 给那些... 小朋友... 啊... 撞一下小小板... 没问题的... 就是你见到他... 他明知道他有个桶... 可以踩... 就是... 只要你不是... 非常危险啦... 可控的范围底下啦... 那... 那... 我觉得是... 对他成长非常有帮助... 有时候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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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时间都差不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